大家好 今天我接到一个粉丝的裙头 这个硬盘的老远了 是从美国过来的 我们看看日期 是9月3号 今天到10月23号了 整整用了50多天 50多天从哪来的 我看一下 董哥你好 我是你忠诚的粉丝 看过你的很多视频 在美国电脑用盘出了问题 电脑用着第二天就无法开机 识别不到用盘 在当地维修检测费 需要300美金 数据恢复1500美金 我一个学生感觉太贵了 我感觉钱还是让中国人挣了 我愿意出1万人民币 只要恢复数据 传到网上就可以 网盘就可以 我们现在检测一下啥问题 我们先上我们的设备 检测一下 这种硬盘 加电没反应 很简单 这问题很困扰 不用花那么多钱 有200块钱能搞定了 第一 要不是电路板 这个是电路板走坏了 就是不加电 没有任何反应 我们可以像这硬盘 如果加上没有任何反应 大多数是电路板烧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也不是电路板烧了 我估计它工电的角 这个是你看到吗 都发霉了 那我们整个的有个办法 用刀片 我们自己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点 别把电路板里面 通膊给刮下来了 有可能刮完这通膊 这硬盘就起转了 硬盘就完全没问题了 因为在美国要寄过来一次 月费也不少钱 也200多块钱 还是顺风 也寄了50多天 好的 刮完之后 然后 最后有橡皮 我这橡皮也找不着了 可能在操作室 你看都光亮一扣 然后我们再 再给它扣上去 好 这个朋友 应该 我看一下 我们再加电 硬盘转了 来我们看一下 电脑 我估计这个硬盘是没问题的 我们看一下大家 完全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是不是这个钱是白减的 你看 我们看一下它目录 啊 它就是电路板那个 老化引起的 没问题 我们目录给它展开一下看看 好的 好的 没问题啊 这是管理系统 什么玩意儿 非常的棒 好的 那今天视频到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 这个粉丝 这个粉丝 我打算是 就收200块钱吧 然后把数据给它 直接寄回去 这个硬盘应该是好的啊 好的 感谢你的信任 然后你不用花一万块钱了 董哥只收200就可以了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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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